欢迎收看不吐不快不好不爽的土豪影院 又是一年圣诞节 西方特别流行圣诞题材的恐怖片 土豪今天就带大家看一部 史上最不恐怖的圣诞恐怖片 白色杀鸡 杰克是一名逍遥法外多年的连环杀手 可是一天在一个偏远的小镇 正在路边方便的他 被小镇的衰警官逮了个正找 杀人这么多年没抓住 这随地大小便一侧就被抓了 哎 搞不懂你们美国警察的操作呀 被抓后的杰克非常不服气 他发誓要找衰警官报仇 经过审判 最后法庭庄严宣布判处杰克死刑 剥夺随地大小便权利终身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杰克被罚警押赴刑场 哎 杰克 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个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有什么坏消息 坏消息是 暴风雪去行赏的路特别难走 那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 你不用走返程的路了 哈哈 杰克想看守他的法警 药根香烟 当然是被拒绝的 于是杰克不声不响地干掉了他 突然风云突变 球车和一辆过路的卡车 发生了碰撞 杰克借机挣脱了枷锁 他决定抽根烟再干掉法警 可是刚抽上烟就爆炸了 杰克被喷了一脸化学药剂 原来另一辆车 是运送某种基因药剂的车 又是这种老套路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啊 杰克的DNA就这样和雪融合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编剧都不知道 我能知道吗 另一边衰警官所在的小镇 Snow Mountain 这个英语之一过来 应该就是雪香吧 雪香正在举办 一年一度的堆雪人大赛 大家各显神通 不得不说这位单身太久的年轻人 堆得这个美人脑背 还是很有希望获奖的嘛 衰警官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媳妇很爱他 孩子很懂事 还给要去上班的父亲做了早餐 我说你这是 屎顿棉花糖吗 想不到你小子是黑暗料理借的 爸爸来吃饭 看起来这么好吃 我打包中午吃 一勺够吗 这半勺就够够的了 衰警官去上班了 熊孩子又在家里做黑暗料理 妈来尝尝我的白雪酱饼人 儿子来尝尝我的铁拳 熊孩子被禁止做饭 只能在屋外堆雪人了 不得不说小朋友做饭天赋一般 堆雪人天赋还是很不错的 估计长大以后也能对出 美人脑背这样的优秀作品 不过话说回来 作为一个雪人 你也太塑料了吧 雪人刚弄好 雪香小霸王就来了 谁能你在这等雪淫了 银下能搁几个玩雪橇 说吧 小霸王就拿雪橇 把雪人的头给打飞了 可这时候雪人 早被杀手杰克灵魂附体了 他使出一招 以笔之道 还尸笔身 把小霸王推倒在 飞速而来的雪橇前 小霸王脑袋就被撞飞了 警察来调查取证 摔警官问儿子恩 是不是你干的 爹不管你信不信 是雪人先动的手 孩子 你得少看点冰雪奇缘了 这个群众演员 怎么这么像礼皮 本是一家团圆的圣诞节 小霸王家里 他父母因为痛失爱子 非常伤心 小霸王的父亲出去抽烟 结果刚点着火 就被雪人杀手干掉了 等一下 第一个发紧 点着香烟就被干掉了 杰克刚抽一口烟 就被化学试剂喷了一脸 这哥们儿也是钢店着烟就被干掉了 我说这该不会是个禁烟宣传片吧 雪人杀手想着这一家就剩一个了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齐齐整整 于是他又干掉了小霸王他妈 杂货店老板赶巧经过 目睹了雪人杀手杀人 于是他跑去报警 微镜门就看他成为在打来福 不不雪人在杀人 你冷静一点 FBI来了 他们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太好了 FBI我有 说你 不会 FBI怎么能直接打人呢 不是应该先FBI警告吗 摔警官跟同事去勘察现场 结果发现小霸王家全家并没有死光 他还有个姐姐小浪没在家 警官们表示小浪才18 估计很难接受全家死光的这个事实 这和18岁没关系吧 这就是80岁也接受不了啊 小浪这会正忙着跟男友约会呢 你约会就约会 你们大过节的偷偷跑到人家摔警官家约会 是什么操作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难免干柴烈火 两个人脱了棉衣脱棉裤 脱了棉裤脱棉鞋 脱了棉鞋又开始脱毛衣 脱了毛衣又脱毛裤 有完没完 终于只剩秋衣秋裤了 谁说外国人不穿秋裤的 好好看看 等一下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小浪慢慢解开了扣子 还剩最后一颗 突然他说想先上楼洗个澡 导演你给我出来 靠不弄 小浪的男朋友你也是 人家上楼洗澡 你就不会跟着一起去 还有空在这开香槟 突然雪人怪就出现了 一拳K倒了他 你这手还有点可爱吗 最后雪人怪步步紧逼 要杀死小浪的男友 你这伸两个手是什么意思 你是雪人还是僵尸 雪人怪使出了一个冰锥树 标出去直接扎死了小浪的男友 而正在吹头发的小浪 完全没有听到楼下的打斗声 吹干了头发 你猜小浪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你别猜了 你也猜不到 他去洗澡 你这先吹头发再洗澡 是什么操作 但是他是什么操作 不知道 雪人怪来了一波神操作 他先把自己变成水 然后钻进了浴缸 然后又变回了雪人形态 紧紧抱住了小浪 这是真壁东啊 等一下 你脸上的萝卜去哪儿了 你脸上的萝卜去哪儿了 啊 然后说到炉子里烧人 我就想起了西游记炼丹炉里的孙悟空 而说到孙悟空 今年下半年 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文 文天两海 闭嘴 虽然进了锅炉 但是雪人怪还没有死 他又花成水 进入了摔警官的车里 眼看刀枪不入 油盐不尽的雪人怪 要干掉摔警官父子吧 他烦手把儿子给他的早餐 呼了雪人怪一脸 雪人怪居然被腐蚀了 摔警官问儿子 你早餐里加什么了 儿子说我怕你动着 我就给你早餐里加了防冻液 你真是亲儿子 你爸这两天还有点受惊吓呢 你怎么不加点 总之摔警官在群众的帮助下 弄了一车防冻液 把雪人怪融化了 电影结束了 圣诞节题材的恐怖片很多 我只能说这部雪人怪 做主角的白色杀鸡 真是要多恐怖就有多搞笑 而按照吐好我的更新频率 这应该是我们 2018年度最后一期视频 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看了 45部各类怪异电影 和5个游戏试玩 感谢大家陪伴的2018 我们2019年再见 本期互动话题 为你的2019许个愿吧 明年再来看看是否能实现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 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取幸运观众 送出万代强袭自由高达模型一个 祝大家新年快乐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 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